春节一到 张亲岭的渔馆便迎来了一年里少有的清静 在十五岁学徒时那间狭窄而燥热的火房里 张亲岭从没想过自己能拥有如此宽敞的厚厨 如今已经颠少五十年的老人准备在自己的厨房里正式退休 春节过后张亲岭将把渔馆彻底交给儿子打理 他除了偶尔会在灶台边上喝茶休息之外 也会得空回山东老家看看了 张亲岭的渔馆在松花湖一带小有名气 这种平日里上午就满园的餐馆肯定有一技之长 其实小镇里做鱼的人家不少 手艺各有特色 渔馆们生意兴旺的秘密 也许在于松花江里出产的鱼 张亲岭喜欢把自己十一岁来到吉林的经历成为闯忙流 在渔厂工作的少年时代 湖面下穿梭不停的鱼群是他对松花湖最初的记忆 那时候大鱼六几年十七几年 正是松花湖鱼比较多 胖土白脸还有整个野生鱼 就是站到湖边上就是甩个猫沟往去一拉 同为白鱼 就咬沟上来 就那么多鱼 松花江流经吉林市 被丰满水电站截流后 形成了一个山间水库 松花湖 松花湖曲折狭长 湖差众多 是吉林省最大的湖泊 也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 度过了春天开江的喧闹 夏至时节的望起雨场 水面平静 这片位于松花湖湖湖的渔场 鱼量充足 一年四季 向镇子里的渔馆运送最新鲜的水产 很多不容易捕到的稀有鱼类 还没等上岸就会被人订购一空 所以张亲领的儿子张燕峰 每天都要跟着江上的渔民们一起收网 因为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渔场奔波 张燕峰对这片湖泊里的物产相当熟悉 在父亲的渔馆里 他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采购 相应该是伴侣的儿子 夏天尽管鱼量不多 但连起急往之后 十多种鱼类仍旧堆满船舱 张燕峰的精挑细选 决定了父亲当天的菜单 鲤鱼 鲫鱼 白莲 甚至更大的胖头都很常见 如果运气好一些 就能遇到产量较少的三花一岛 它们是这片湖泊特产的鸣鱼 父亲的鱼管也受益于这几道江仙 得以红火了几十年的光景 中日在烟火间忙碌的徒弟们 已经各自回家过年了 张青岭独自留在厨房 按照老张家的规矩 春节的团圆饭必须由父亲亲自掌勺 这是老人和灶台所剩不多的亲近时刻 特意订来的三花一岛 已经是鱼场的湖湾在冬天里不多的积蓄 以往做给游客的松花湖鱼宴 这次要专门留给家人 三花是松花江里特产的熬花 鞭花和季花 熬花较为名贵 这种靠吃小鱼长大的鱼类 生性凶猛 却又有细嫩鲜美的鱼肉 只要放在锅里清闷 大火就能烧出浓稠的汤汁 而类似五昌鱼的鞭花 张千岭则用锡纸密封 放到石板上烤熟后 再淋上酱汁 至于蒜瓣肉的计划 则用东北厨房的传统办法 煎闷加冰 三花一岛冬的岛子鱼 是春节里不能缺少的江鲜 沿江而居的吉林人 有约定俗成的习惯 每逢年节的家庭聚会 干煎岛子鱼都是必吃的一道菜 而大一些的岛子鱼 就成了松花湖里最名贵的白鱼 白鱼过去曾使吉林地区 运往清朝皇室的贡品 如今到了过年 很多普通家庭也会买来清蒸 而张亲岭加工白鱼的方法 是用鱼肉来做鱼丸汤 畅细的腔 除湿的汤 火候正好 汤始终四开非开 不同时间下锅的鱼丸 便有了一致的柔韧程度 四十年前 张亲岭借鉴山东老家的肉丸子 开始制作这道白鱼丸子汤 最初只是为了给渔夫们 改善伙食的发明 却成了影响老人一生的传家菜 酱闷嘎牙子 铁锅炖汤头 锅煲鱼段 挂姜油炸的鱼鱼和面表鱼 接连出锅 张亲岭不嫌麻烦 每道都能单独充当主菜的江鲜 都成了春节鱼宴上的丰富元素 相比于五味带来的刺激 这些鱼带来的鲜味更加美妙 而松花糊不只为人们积蓄的食材 也决定了人们的饮食方式 中国人的春节 必须把一条鱼端上饭桌 用来寄托整个家庭年年有余的理想 而在这个跟鱼有着密切关系的家庭里 鱼宴看似是一种形式 其实交织着一家人的生活情感 松花江水 在做鱼老人的一生中静默流淌 也给了鱼馆得以延续的希望 多少年来 人们始终和家门前的这条大江 有着难以勾手的关系